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F总裁警告乌克兰将局威胁复苏 云一良更换律师FBI再度搜索 中资投资美国商业地产暴增近十倍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2014年4月2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2号就警告 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无法顺利化解乌克兰的僵局 将威胁到已经非常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 拉加德2日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 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疲弱且缓慢 发达国家正面临低同胀风险 美联储退市可能引发新兴市场波动 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升高 他警告若乌克兰将局无法顺利化解 将会威胁到全球经济复苏 拉加德表示发达国家中以美国的增长最为强劲 新兴亚洲则仍是新兴市场的亮点 中国将持续扮演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不过必须推进产品市场与服务改革 MF年会即将在下周举行 G20国的财长和央行长也将在10号到11号举行两天会议 说继续探讨如何促进全球增长 包括MF的份额改革到乌克兰危机也都会是焦点话题 凤凰卫视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被控串谋偷运军火非法进口武器和受贿等 多项重罪的加州华裔参议员余印良 周三就宣布更换辩护律师 从上周三被捕当天起 就担任余印良律师的德米斯特尽早证实 新辩护律师拉塞特已经接手案件 拉塞特曾经担任旧金山地区助理检察官 长达12年之久 在成为职业律师前还有5年针对刑事罪案的联邦检控官经验 德米斯特称自己是余印良的多年好友 案发后两人之间不存在冲突和意见分歧 更换律师是客户的选择 而今天庭审中法庭为案件中的另一名主要被告 鸿门志公堂会长瞎载周国祥指派了一名公辩律师 前联邦检察官马沙博尔师 此外联邦调查局周二再度针对余印良案展开突击搜查 位置在沙家缅渡州府对接的州议会立法大楼的一间办公室 时间大约两小时 而参议院方面就表示 余印良在沙家缅渡旧金山以及圣马雕办公室的约20名职员 从上周三开始带薪休假 预计本周稍后会恢复上班 继续为区内的选民服务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中国投资人是美国住宅市场第二大的海外买家 目前也正在大举进军商业地产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资企业对美国的商业地产投资在过去一年当中暴增了近十倍 主要是集中在纽约以及洛杉矶 美国地产咨询公司真实资本分析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对美国商用地产的投资 从2012年的3亿3530万美元猛增到近30亿美元 几乎增长了近十倍 主要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等六大都会区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中国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 2013年底以50亿美元购进的纽约大西洋广场项目 这一项目也是中国房企迄今在美国的最大投资 此外 绿地集团在洛杉矶市中心总投资10亿美元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今年2月也正式开工建设 这个项目规划建筑面积15.32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包括中高端公寓 酒店以及配套商业 这也是近年来洛杉矶市中心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 洛杉矶市长贾希提表示 中国的投资将为洛杉矶带来商业繁荣 同时也将带动当地就业 另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报告显示 从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 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住宅房地产达到123亿美元 占当年海外购房者在美购房总额的18% 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海外买家 王卫视 郭晶晶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拿大大的西文路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今年大举召回数百万台汽车 并且被控公司对产品缺陷隐匿不报 造成13人死亡 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 以号赴美国国会作证时公开道歉 并表示公司已经启动内部调查 希望查清责任 不过议员连番质疑 通用汽车公司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知情 却因成本等考量不愿召回有缺陷的汽车 今年1月才上任的美国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称 他对先前的决策过程并不知情 不过公司已经启动内部调查 一有结果就会立刻公布 同时这起事件也让监理机构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被控 因其在2007年就知情 却未积极展开调查 虽然坚持跑步有意健康 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经常常跑的人可能比适度跑步的人寿命短 研究人员评估了超过3800名 平均年龄40岁的跑步者的身体状况 结果显示 跑步里程过长的人寿命比其他跑步者要短 研究人员排除了使用非子体抗炎药 减少寿命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人会使用该类药物预防心脏疾病 而该类药物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研究人员就建议 那些想跑马拉松的人尝试一次就可以了 而对于经常跑步健身的人们 专家建议他们每次把跑步的时间 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最新的市场调查显示 美国碳酸饮料市场持续萎缩 2013年整体销售下滑三个百分点 这已经是连续第九年出现下滑 专家认为 民众对于肥胖警觉性的增强 是碳酸饮料销售下降的主因 美国行业刊物饮料文摘最新调查显示 销量下滑的不仅仅是含糖汽水 2013年普通可口可乐的销量下滑0.5% 而建议可乐的销量大幅下跌了6.8% 分析称民众对阿斯巴田等人工田危机的疑虑增加 也是导致代糖汽水销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联邦政府上月底发表声明 一项国会提交法案 用于严厉惩罚聘用外国劳工的加拿大公司 在获得国会通过成为正式法律后 严惩滥用外劳聘请者的法律 将在2015年年初实行 根据这项法案 联邦劳工部长将有权惩处 违法用外劳取代加国雇员的公司 一些加拿大公司钻法律漏洞 以低薪的外国劳工取代加国雇员的情况一直存在 联邦政府认为不能依赖公司企业自律 来避免此类事情 从而促成了这项立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两岸三地的西纹重点 广东近日连续遭受暴雨雷电天气 7个城市和11个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暴雨和风暴灾害 广东省民政厅公布 截至1号傍晚 广东暴雨风暴灾害的受灾人口达到6.8万多人 14人死亡 紧急转移安置3902人 倒塌房屋骑士一间 气象台预测 2号到3号 广东省大部分市县还会有暴雨 8级以上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队流天气 深圳气象部门就说深圳范围的暴雨天气可能在清明左右告一段落 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湘江论坛 周三在香港召开 讨论两岸之间最新的发展形势 以及领导人之间会面的可能性 这次的湘江论坛请来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邱金毅 阐述国民党观点 前台湾民进党中常委洪其昌解读民进党的立场 并要请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伟东与两位进行讨论 三位从服贸协议引发的事件切入 探讨目前的两岸形势 邱金毅希望两岸能够在互设代表机关之后更进一步 成立和平统一委员会推进两岸的沟通 在台湾 立法院国民党团二号安排重新审查服贸协议 民进党立委提早占据议场 锁门霸占主席台 民进党立委无法进入 双方在议场前爆发多次推起冲突 民进党表示 只要国民党安排重审服贸 就会进行杯葛 蓝绿立委将持在内政委员会议场前 绿营由立委和助理早早排出人墙坚守 在电梯口拉出防线 国民党立委一接近 双方马上爆出拥挤冲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三走势时早市 开盘三大级数小幅上升开出 最后全年都是高位盘整 收盘时道琼斯平坚工业级数 和标准PRO500尺度都有创新高的趋势 标普最终还是以新高历史记录作收 那么市场当天是看好了美国的新据书记 一方面是工厂订单上升1.67% 是去年9月份以来升幅最高 另外是民间统一的就业人数上个月 一直上升了19万1000人 略非低于市场预期的19万5000人 不过仍然显示美国劳工市场 还是在稳步的增加就业机会 所以战人士认为这个数据 不足以使联储快速收紧银根 同时也显示美国劳工市场 并没有出现一个疲弱的恶化现象 当天是多位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像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布洛尔德 对媒体表示 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低 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 联储可能被迫要停止 暂时的收来两宽 不过他也认为这种现象 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在各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金融利股高盛公司 在新一三传出的消息 他们将会出手 目前在纽约政策交易所占有的席位 这是在2000年65亿美元收购的席位 估计是以大比亏损 3000万美元就乐意出售 总来说市场还在等待 星期五的劳工就业数据出台 所以在星期三的走势 还是相当乐观 但是也相当审慎 是横向盘整高位 一个全天横移的这样一个趋势 不过收盘时 别忘了标普把指数又创新高 以上是金三情况 冯博士庞哲永远报道 来看今天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糖尿病健康管理学会首期科学家张玉敏博士表示 其团队所研发的中程药可以有效的治疗糖尿病 临床治疗率达75%以上 综艺学博大晋升 在综艺药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在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治愈病例 从古至今 综艺学的基本理论是 强调人生整体的平衡 尤其糖尿病是广埔疾病 它与我们人体的很多器官 例如心 肝 脾 肺 肾 有直接的关系 中药呢 中药是个广埔的医药 你比如说 一位淮山就可以进了好多的经络 比如进入肺经 肝经 脾经 胃经 所以你恰恰的是中药 正好对症于糖尿病 因为历史上的糖尿病呢 不叫糖尿病 叫消可症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生产力 不同的医疗条件 但是中医最后消可症都可以治愈的 古代的消可症就包含了 现代的糖尿病 张博士还介绍 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并发症 目前他们团队处研发成功 治疗糖尿病的中层药 还在继续开发研制 一系列治疗并发症的产品 迎接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天 凤凤卫斯网民 罗汉记报道 美国营养食品总会日前宣布该公司健康食品门户网站带来健康网正式启动 据了解 美国营养食品总会带来健康网是知名的健康食品门户网站 它是服务于全球消费者的网络平台 也是网上健康咨询和健康保健信息最广泛的服务平台 目前这个平台上的美国健康食品种类高达1400多种 几乎涵盖了美国所有的著名品牌企业的健康产品 近年2013年10月的单月 通过这个平台购买的销售金额就高达1200万美元 它的客户来自世界各地 这个网站也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中文健康产品商务交易平台 这个平台成功的幕后推手是南加州成功的企业家 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王鼎华先生 曾任加州农业发展部部长的王鼎华 目前是美国伊沃控股集团董事长 美国营养食品总会带来健康网的总裁 他曾向温川地震捐款3万美金 上海市博花车捐款2万美金 台湾水灾捐款3万美金 海地震灾捐款8万美金 亚安地震捐款3万美金 抗议ABC捐款3000美元等 并积极支持亚裔竞选州级联邦官员 以及支持为亚裔社区及友好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竞选 自奥巴马上任以来 王鼎华全家受到奥巴马总统的两次接见 并出席总统参会 中英文介绍 那就是减少了大家有很多在中文方面 英文方面不太熟悉的 可以直接的在这个上面呢 可以看到中文的一些解释 中文的方式的购买的方式都有 所以这个的减少大家呢 在购买方面的一些不便 带来健康网有几大特色 首先它拥有健康食品高达1400多种 而且网站产品一律是美国生产 全球销售 无论在任何国家 只要上网订购都能送货上门 也接受支票信用卡 中国银联卡支付 方便了海外消费者的订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全美最佳牛排馆之称的 Bourbon Steak近日于洛杉矶盛大开幕 有厨艺届奥斯卡之称的 James Beard获奖主厨 明星厨师麦克尔米娜 于高档购物广场 Americana at Brand地产开发商 近日为洛杉矶的食客们 带来了全美最佳的牛排馆 Bourbon Steak Los Angeles 成为该品牌全美第五家餐厅 这家餐厅虽然名为牛排馆 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食餐厅 而是充满现代饮食风格的餐厅 除了使用安格斯牛肉 日本和牛 美国和牛 和缅英州龙虾等顶级食材 制作海陆盛宴之外 还有许多充满趣味和创意的菜单 比如龙虾玉米热狗 松露甜甜圈 烤猪骨髓 鸭肉春卷和鸭油薯条等等 给食客完全不同的美食体验 让食客的味蕾一波又一波的惊喜 除了顶级牛排和海鲜之外 Bourbon Steak的酒吧也非常值得一提 餐厅提供超过450多种加州和波尔多地区产的红酒 以及独特罕鲜的家酿 另外餐厅也对经典的几种鸡尾酒玩出新花样 并有日本顶级威士忌餐酒车表演 7000平方英尺的餐厅在装修方面也秉承了明星餐厅的精神 邀请著名设计事务所负责室内设计 融合了典雅风情和怀旧气氛 以及使用了天然花梨木 古董镜和手工设计吊灯等装饰 为用餐营造了绝佳的奢华和浪漫气氛 相信这家在Americana的Bourbon Steak 将能为食客从味觉视觉和感觉上都带来深刻的印象 并迅速成为男家最知名的顶级牛排馆 凤凰卫视陆锦怡 江雪东 洛杉矶报道 美国展望会薛明慧今年首度与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 邀请台湾儿童合唱团来加州洛杉矶和旧金山演出多场音乐会 多年来 美国展望会在全球结合爱心捐助人的力量 已经帮助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困儿童及其家庭 让他们的生命开始转变 让他们能够拥有可盼望的未来 这次邀请来美的台湾儿童合唱团39位成员都是9至12岁的原住民儿童 由于身处台湾偏僻的山村 在获得基本的教育机会同时就再也很难进一步接触外面的世界 通过这次活动 这些小朋友第一次走出台湾飞跃大洋来到加州 用他们清脆的歌声唱出心中的梦想 那其实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 那常常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而受限于这样的发展 所以展望会帮助这些孩子 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因为家庭经济而少了那个发展的机会 美国展望会在2013年看到在美华人的爱心与力量 开始设立多元文化推广部门 希望与华人及其亚裔社区连接 为世界各地贫困儿童找到助养人 这次邀请台湾儿童合唱团来美演出 就是希望这些真实的个案能够告诉民众 每个月一点点的助养费就可以改变一个小孩子的未来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助养儿童的合唱团的音乐会 来向我们的华人朋友介绍更多有关World Vision的事工 跟我们工作的内容 那我们当然很需要各个团体还有华人朋友的支持 台湾儿童合唱团大手牵小手音乐会 将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地区演出六场 全部的演出都是免费入场 希望有爱心的民众亲临现场 感受一颗颗真挚的童心和爱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观众可以随时登陆全新的iPhoneUS.com 收看节目重播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矶和旧金山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赞助播出